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台湾进口水产品协进会今召开大会,选出第一届理事长吴石勇,因进口关税偏高,国人无法吃到平价进口海鲜,会终决议持续向海关,农卫会争取吊酱海鲜关税,针对食安法部分条文不合理,也将向卫福部争取修改食安法,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。 因中国水产品消费市场扩张,大量购买原物料并吊酱进口税率,造成台湾进口海鲜价格上涨,因国内进口税率未事实松绑,吊酱,进口鱼却呈高贵鱼,业者抱怨未复WTO精神,金鱼大会中再度受到关注,业者要求吊酱进口关税,使消费者都能吃到美味廉价的进口海鲜。 首任理事长吴石勇表示,台湾进口水产品协进会将会扮演业者与政府兼桥梁,加强沟通与互动,判共创双赢局面。 业者指出,台湾加入世贸组织WTOE十多年,国内水产品进口关税却为逐年掉降,日韩进口税率都仅5%左右,台湾竟是他国税率的5倍以上。 台湾对水产品课高进口税率,不仅造成业者难以生存,更让广大消费者无法享用评价美味海鲜,出现国内吃不起,出国绿油品吃海鲜怪现象。 感谢观看